今天的距离3月4号北京冬残奥会开幕还有一天 一天了 这昨天下午呢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种汇集 即火炬传递起跑仪式 在天堂公园起年殿举行了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 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台立华 手持彩火棒 遵循古希腊传统的火种采集方式 使用凹面镜采集太阳光 成功引燃了彩火棒 采集到最后一路火种 夏傲之火 而这一火种象征着北京双傲之城的独特魅力 2005年春晚21名龙雅孩子表演的 《牵手观音》 成为晚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 从那时开始 这灵舞者台立华走进人们的视野 他和手语翻译共同演唱的 手语版国际歌 也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即《九天之火》燃飞扬之梦 至此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采集的八个火种 连同在英国曼德威尔采集的火种 将在八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 通过十多个厂商环节 展现残疾人的故事 说如果用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的话来说 这个开幕是五彩斑斓 已经跟冬奥开幕闭幕不一样 冬奥还是打得冰雪蓝 而我们是这样的一种 五彩斑斓的感觉 表达出热烈的情感 打动人心的情感来 而这个特点恰巧是残冬奥残疾人运动会 最能达到的吧 我们加班加点都可以 就是把这一场表演和这一场流程 这个会议就开幕式 把它充满感情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突出 也许我们就成功了 据介绍本次冬奥会开幕式 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各行各业的参业人员 其中残疾人占比为30% 主创团队运用仿真排练技术 提高排练效率 凸显人文关怀 通过将残疾融合的理念 贯穿于内容和形式当中 阐释自强不息 同心与共的精神内核 就在刚刚 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 郭宇杰 汪志栋将担任 北京东藏奥会 开幕式中国代表团起手